以荷花为主题 带您来欣赏秋河的景致 钟爱秋天的高雄在地水墨画家谢逸娥 近日接受高雄市立美术馆的邀请 在市民画廊展出汉淡琴 将历经五个秋天的观河感受 透过公笔写生的方式 呈现荷花在荣枯之间的景致及生命力 我这次的展 你如果看到 像那个 只有花梗 就只有那个梗 还有这个水面的 水面的话 水很静的时候 这个比较残意 这个不是没有就没有 我这个 我叫做懒静 懒静就是导影的意思 它虽然是没有了 你看不到花 看不到那个叶子 但是它的希望就在明年的春天 所以是很有希望的 很有生命力的 它是荣枯之间就是有生命力的 这个是揽静的这个系列的作品 谢老师以上未盛开的荷花包汉淡作为主题 从清晨的汉淡 盛开的荷花 再到枯萎的神采及气韵 皆为画作内容 展出的40幅采末荷画可分为呈现荷花倒影的揽静系列 及琢磨叶片衣食变化的秋和系列 展览以写生造进的创作理念 搭配老二哲学的中心思想 重新诠释和画在中国传统水墨中的画镜 呈现出崭新的视觉风貌 法界新闻蔡孟章刘明明 高雄采访报导